我就觉得有意思了 现在大家借钱都不好意思了 是不是一般不会轻易开口了吧 怎么借车的脸皮那么厚的 随便的你有车 你有车那你借借我 说起来好像没负担的 某车之家在前几年 曾经做过一个借车调查的 超过八成的车主 有将爱车借出过的经历 但他们当中91%的人都表示 自己不是心甘情愿地 把这个车子借出去的 那到底怎么样才能优雅地拒绝 亲朋好友会告诉你吗 不会 他们只会找我们来借 这些方法 你躲在被窝里或者关在厕所里 你自己看一看 点赞收藏在那边就好了 那第一个 买个别人借不了的车 你比如说买个手动挡 只有CR驾照的人 你不能借 开不了 现在大部分的朋友 不像我们以前了 我们要兼容性最强 手动挡考个CE 是不是什么车都能开 现在怎么方便怎么来了 学CR一大把 你搞个手动挡 还真的不一定有人会开 都开不了 不许上路 上汽技术中心变速箱部总监 方伟荣在2019第七届 汽车和环境创新论坛上面提到 有个数据的 国内乘用车自动变速箱和手动 它这个市场份额 是60.7%和39.3% 那么再细化到主流的家用车里面 自动挡的占比 可能还是要高一点的 简单的讲 就是普通同事 开车没什么自信的 刚学完车 想要过来爽一爽的试试手的 哪怕是亲戚的 你直接说去我这手动挡 离合不太好用的 一般人都吃不消气的 我跟你说 你甚至大方的钥匙给他 你要不去试试看 赚了算你的 解决了 我们自己也不行 我们也是买的自动挡的 那除了用手动挡直接劝退 我们还可以说一些 现在有的一些小毛病车上的 或者小瑕疵的 比如说什么 我这个轮胎昨天刚刚补过 你开的时候稍微要注意点 这个师傅说 我这个轮胎寿命也差不多 容易爆或者怎么样 还能再开个两三百公里 反正平时多注意或者怎么样 还有就是我车子正好没油了 你要不就帮我去加加好 加好了你直接开走就行了 是不是 而且这个时候你还跟他说 油钱我打给你 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人心探测器 看别人怎么反应 说不定朋友越做越好 说不定你恍然大悟 那第二个就是车子刚好不在身边 我没法借 对不对 某瓜二手车做过一个调查的 2015年汽车外界调查案 统计借车原因 占比最多的是什么 外出办事 我借车我要外出办个事 兄弟帮个忙 姐姐同容一下 是不是 57.49%超过一半以上 其次就是江湖救济 江湖救济 明天我要约这个妹子 好不容易要跟她去海滩玩一下 是不是 这个占比28.74% 你看那个藤原拓海 也是因为这个才走上了赛车手的道路 就是为了和女孩子去沙滩 还送加满的汽油 她就去比赛了 对不对 借车占比28.74% 简单讲 不少人借车 都是会提前 过几天来说的 哥 过几天真想借你的车子用一下 要么是比较紧急 当天说 下午能不能 救我一命 是吧 这种都是有具体日期的 那完全就是可以说 车子那个时候 正在救别人的命 或者说在维修厂 救车子自己的命 等等等等 实在是不救草 要不我帮你租个车吧 你总要给人家个出路吧 你总要帮人家吧 对不对 我来出钱帮你租个车吧 好不好 那对不对 那第三个呢 就是直接让对方相对比较难开口 这个呢 怎么说呢 因人而异 看人的风格的 江峰 卢书等人发表在期刊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上面有篇论文的 对态度与行为一致性关系的 在思考上面有提到过 这态度强度 被认为是态度耐性和有效性的体现 通常高强度态度 能够帮助个体抵御说服信息 这有点和九州文化有一点点像 你一开始就坚定表态 自己从来不喝酒 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喝 别人也不一定会好意思来劝酒 对吧 那这个思路只是给你参考一下 你不要说我照着你这个思路 我在九州上第二天还是被灌了 烂醉回来 你这个骗子 你不能这么来理解我的 对不对 就相当于什么 我真的是今天 能不能你稍微车子借我一下 我办理事 明白明白 我车子从来不借人的 其实就蛮简单的 车子是我老婆我不借的 我哪天结婚了 我可以考虑借你 要不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 等等的 是吧 但有些情况实在也是拒绝不了的 人哪有那么简单 好复杂了 对不对 今天聊的也只能给你参考 参考对不对 炼童超发表在期刊 江西社会科学上面有篇论文的 人情社会 情感异化与现代人的安身立命 上面讲到 这人情存在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当中 不同的人情关系 组成了人情社会的层次结构 也奠定了中国人 安身立命的情感寄托 我们不说废话 简单讲 我们都处在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叫做人情 有的时候你不想不代表你可以不 关系就是摆在那边的 没办法不借 因为有时候你要去借别人其他东西的时候 人家会想起这一次车子你借没借 那这个时候 真的要借的时候 你要搞明白 说清楚 什么呢 车子可以借 但必须连驾驶员一起借 一方面自己的车子自己开 能够避免别人什么暴力驾驶 做一些非法的事情 或者说做一些 你不愿意你自己的爱车经历的那些事情 对不对 真的出什么问题 我自己开的 我心中有分寸 我有把握 以前我们视频里面也是提到过的 你把车子借给 无驾驶资格 情绪不稳定 存在酒驾 或者借车的时候没有确认车况 万一又出了事故 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车主啥事没干附带连带责任 你还是好心 冤不冤气不起 是不是 换句话说 你要是借给一个不靠谱的朋友 他瞒着你 他说OK 我刚驾照考出来了 然后就走 你也就信他 没确认 他无照驾驶开了一会 然后还撞上了人 这个人还嗷嗷直叫 你那个朋友看得害怕 还没有报警 把车开走了 碰到这种时候 真的是后悔不一样 所以是真的要借 连人带车一块钱 最简单了 所以总的来说 在别人借我们自己车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说 都会觉得我们好像短暂性的失去了一样什么东西 大部分人心里也都是不群愿的 前面也是数据报告 百分之九十一呢 为什么他不找别人借 找我借 我们能不能多想想 我们借给他的时候 怎么样能让别人更方便 我们能不能多想想 实在不能借 能不能有借车以外的行为 替别人解决问题 花点时间 是让朋友走得更近的 实在不得已要借的时候 至少让大家舒服安全没有风险 这个东西安排好 也不过分吧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